微博QZone,微信看看这些明星,难道只有胡哥把助理当人看?胡哥回忆助理让人落泪,胡哥当初因为车祸不幸受伤,最让胡哥心痛的不是俊美的脸上缝了一百多针,留下的疤痕,醒来第一件事就是问他随行的助理以及司机的安全,随行助理抢救无效死亡。 对胡哥的打击真的很大,以至于多年之后,胡哥依然会用助理的名字命名做慈善,胡哥在道词中说,原本和助理说,第二天回公司,同事们一起吃日本料理,他很高兴,当天,这位可爱的助理,等他卸妆,等他忙完,帮胡哥买晚餐,帮胡哥的车加好油,一路上有说有笑, 胡哥很喜欢这个年轻的小助理,就是这么造气蓬勃,一路上欢声笑语,笑得前仰后合。 当天,助理心疼胡哥一夜未眠,让出后座给胡哥躺下小睡,自己做到了前座,这也是悲剧酿成的主要原因之一,助理把最安全的位子让给了胡哥,和这位助理在一起。 胡哥最开心了,因为胡哥身为一个演员,虽然到处飞,但是相对来说并不是真正自由的,而这位小助理生性自由奔放,去过很多地方,是一个旅游杯包客,有很多旅游的故事,去了哪里,去过哪里。 胡哥永远是最忠实的听众,从小助理的口中,他仿佛看到了山川万里,江河湖海,这是一个多么乐观的姑娘,她严肃的时候就会很严肃,会认真的工作。 有时候数个小时不吃饭,忘记了午饭,白天各种忙,晚上还要写稿子发稿子,即便饿得发音,也会叮嘱胡哥,不要人来疯,不要胡闹,不要乱讲话,不要驼背,不要傻笑,认真的他和开玩笑的他叛弱了人。 他很细心,即便自己忙着顾不上吃饭,也要记得胡哥三餐定时吃,胡哥把这些点点滴滴都记在心里,胡哥能体恤他的辛苦,明白他的感受,从此之后,胡哥代替他的双眼,去看遍山川万里,代替他的双足,去踏遍万里山河,带上他的爱心,去做很多的善事,再看看时下这些明星,不比不知道。 一笔下一跳,那姐女王范十足,冷气都不够吹散他的傲气,李小鹿公主的助理,真的跟服侍女王一般,蹲下给他穿鞋,秦岚最有女王范儿,果然不是小咖,是大咖,助理双膝下跪,高举话筒,至于那句只跪天地与双亲的话,在秦岚这边是行不通的,秦岚就是天王老子。